第497章 老爹你看到没 从比赛开始 唐三身形切入 眼中紫光闪烁 右手轻拍 然后周围的时间流速再一次出现了变化 空中美公子和那位单顶贺腰还在对拼 下面的时光恶族选手就已经被唐三一掌击毙化为血雾飞散了 前后加起来也就是几秒钟的时间而已 唐三脸上一片红韵 身体略微晃了晃 深吸口气 才压制住体内沸腾的气血 他体内气血翻腾自然不是因为受伤了 而是因为用太快的速度去吞噬吸收时光恶族选手的血脉之力了 这毕竟是一位九阶巅峰强者的血脉之力呀 用这样的速度去吞噬 对唐三来说 压力也是巨大的 幸好 他完成了 这份吞噬之后 他有把握将自己的时光恶血脉一直推升到九阶 在这之前都不会有血脉不足的问题出现 空中的丹顶贺腰和美公子也在时光恶族选手身体炸开的刹那停顿了一下 美公子是有些呆滞 那丹顶贺腰原本强横的剑意瞬间出现了几分凌乱 下一刻 他就看到稳定住身形的唐三正抬起头向空中的他看来 右手之中的传送阵盘也随之抬起 七 口中发出一声不甘的尖叫 丹顶贺腰双翅拍动 长剑抖动 挑破一道道攻向自己的空间裂痕 瞬间倒飞而出 直接除了比赛台 他绝不认为以自己一己之力能够和两个对手抗衡 尤其是有一个对手竟然能秒杀了自己的同伴 观战席上 毛纹五回过身 用力地拍着自己父亲身前的桌子 是的 贵宾席是有桌子的 上面还有各种水果和食物 啪啪啪 看到没 看到没 老爹你看到没 如果不是我皮操肉厚 你就没有儿子了 现在你知道对方有多凶残了吧 我怎么可能是自己故意输掉比赛的呢 你看看这家伙有多么可怕呀 被他近身了就是死 时光恶的防御也不弱了吧 就是这么一巴掌 啪 毛纹五的父亲一巴掌再次抽在他头上 你敢跟你老子拍桌子 我 这对父子的交谈并没有影响到周围贵宾席大贵族们此时的心情 这毫无疑问是一场速胜 正如毛纹五所说的那样 那个人类似乎真的很奇特 不能被他近身 一旦近身接触到 似乎是真的抵挡不住啊 黄金猛马族都在这种情况下输了 谁敢说自己的防御比黄金猛马更强 时光恶族的族长此时也在贵宾席上 此时更是面臣似水 时光恶族本来就是数量稀少的种族 一名精英后辈就被这么击杀了 他怎能不弄 但祖庭精英赛的规矩在那里 就算他怎么愤怒 也不能轻举妄动 比赛结束 美公子从天而降 凭空落在唐三身边 对于唐三击杀时光恶 他并没有多说什么 他从来都没有伪善的心思 人类在众多妖怪族和金怪族的压迫下为奴维仆挣扎求生 不知道有多少人类死在他们手中 他也没少杀妖怪族 我还没发挥呢 就结束了 那个家伙的剑法挺厉害的 美公子有些埋怨的低声说道 唐三微笑道 下次下次让你多发挥 他现在的心情很好 这时光恶足的血脉烙印 可以说是雪中送炭 这也让他动了几分 要不要将修为提升到九级的念头 后面返回家里城的时候 将要面对的困难会非常多 美公子想要上位 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也就要求他自己 必须有更强大的实力 来保护美公子才行 九级 看来真的要准备突破了 然后将自己的各个血脉烙印 尽快都提升到九阶程度 给未来冲击神级开始做准备 在没有来祖庭之前 唐三一直觉得 这个过程还需要至少几年的时间 而来到祖庭之后 获得了众多资源和机遇 无疑是让这个时间会大大的缩短 这也是他非常乐于见到的情况 两人携手下台 美公子道 结束这么早 你直接回去吗 唐三点点头 道 我要回去继续修炼 你呢 美公子道 那我也回去吧 天之玄缘博大精深 我也需要进一步领悟 看着他那绝美的容颜 唐三是真的想多陪陪他 但为了未来 只能是忍着冲动点点头 道 好 那我们明天见 他还需要前往灵溪商会一趟 去给伙伴们要一些观战的门票 然后地阴圣山和天阳圣山的修炼 以及将刚刚吸收到的九阶时光鳄烙印吞噬一部分 把自己的时光鳄烙印提升到八阶巅峰 这都需要时间 在组停的每一天 修为提升的速度真的是都要远远大于在家里城那边 唐三已经想好了 等回去之后炼制时光倒标的时候 要优先把远程传送的能力给炼制出来 以方便未来从家里城前往祖庭尽可能地缩短时间 许兄在吗 唐三开启许自然当初给的通讯器 发起了联络 几乎是下一刻 许自然的声音就通过通讯器传来 当然在了 修罗兄 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没想到啊 真的是没想到 你怎么和小公主在一起参加团战了 唐三道 这就说来话长了 城主大人那天带着小公主前来报名的时候 我正好也在报名 然后就遇到了 你放心 我的伙伴们都没有报名 就我自己一个 我也会注意低调的 没事 没事 许自然出乎唐三意料之外的客气 有城主大人做背书的话 就算高调点也没什么 大不了你就说自己是孔雀妖族的附庸就是了 修罗兄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我们见一面 我这会儿就在观看比赛呢 你应该还没走吧 唐三道 我刚出来 那我在出口出等你吧 许自然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急切 唐三面露微笑 他大约知道这家伙是因为什么急着见自己了 时间不长 就看衣着朴素的许自然从广场区域内走了出来 看到唐三立刻快步上前 神色之间满是亲近的味道 修罗兄 你可真的是太厉害了呀 个人赛 双人赛不断战胜对手 真的是强大 一边说着 他向唐三竖起大拇指 唐三微笑道 尽力而为罢了 也算是为了博取一份前前程 许自然笑道 那你这次肯定是要前程伺紧了 走 咱们到我们那去说吧 比较安静 好 唐三答应一声 一辆属于灵溪商会的豪华马车 很快驶来 唐三跟随许自然一起上了车 许自然的表情明显和以前有着区别 在以前的时候 他最为看重的是唐三和那位锻造大师之间的关系 是把他当作纽带和媒介作用的 但当他亲眼看到 唐三在祖庭精英赛上的表现 才明白自己竟然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这位修罗的血脉之力竟然能在二阶之上 要知道 这在家里城那边就已经是极为顶级的血脉了 更是在参加祖庭精英赛后连续战胜强敌 黄金猛马那场比赛他就看到了 那时候他还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但是 昨天唐三力战强大的猎羊花精族的一战他在看过之后 才真正明白这修罗是有真本事的 竟是强大如斯 他甚至一度怀疑 这家伙真的是个人类吗 作者 唐家三少